2002年大学毕业后 朱云成了南京一家贸易公司的白领 朱云是典型的现代女性 观念开放 她交友广泛 经常去酒吧 碰到对眼的男性 甚至会欣然跟对方共度两宵 天亮后 大家各奔东西 2003年10月的一天晚上 在一家酒吧内 朱云跟一名刚认识的帅小伙 聊得十分开心 凌晨2点酒吧打样后 小伙把朱云带回了自己的公寓 第二天一早 朱云准备告辞时 因为对小伙印象很好 他破天荒地索要了对方的电话号码 他们就这样相恋了 小伙名叫张永航 是某电脑公司的业务主管 交往之初那几个月 完心很重的两个年轻人 相处得十分融洽 关系也逐步稳定下来 可张永航从没主动提过结婚话题 朱云也没太在意 毕竟两人相识的方式并不光彩 再说 酒吧认识的男人 又能可靠到哪里去 经过深思熟虑 朱云主动中断了这段看不到结果的关系 不久 经朋友介绍 高校年轻讲师高凯走进了他的生活 朱云对高凯的第一印象一般 因为高凯缺乏生活情趣 连酒吧都没去过 可朱云心里明白 这样的男人 心思单纯 观念保守 虽不浪漫 但他是可靠 做丈夫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 他的职业也很诱人 于是 朱云打定主意和他处对象 朱云长得漂亮 又活泼大方 对他 高凯一百个满意 一个月后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2005年国庆节 他们结婚了 如交四期的新婚激情期已过 高凯就把大部分心思转移到事业上 尽管每周只教两天课 但高凯还在攻读博士课程 一回到家 不是上网查阅资料 就是看书 朱云就感到有些落寞 这样的生活实在太无趣了 朱云跟丈夫提出 这样的生活 他感觉非常窒息 他想每周自由支配 两个晚上的时间 高凯连连摇头 你如果总想出去玩 那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可是 朱云的反驳也有道理 你忙 我理解 可我总得找个人说话吧 我不像你 跟书也能过日子 尽管万般不情愿 高凯还是同意妻子 每周出去玩两晚 再次迈进人头攒动 灯光暧昧的酒吧时 朱云感慨万千 我终于又找回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2006年初的一天晚上 朱云意外地在酒吧 碰到了张永航 张永航拎着一瓶酒坐到他身边 两人愉快地聊了起来 十分开心 一开始 朱云还提醒自己 我是结了婚的人 应该行为简点一些 两人第三次在酒吧见面时 张永航邀请朱云去他的单身公寓 朱云拒绝了 经不住张永航的再三劝说 那晚十点 朱云鬼使神差地跟着他去了 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公寓 当晚 朱云心怀愧疚 匆忙打车回家 牺牲双胞胎儿子 2006年4月底的一个晚上 高凯照丽在家看书 朱云非常无聊 又去了酒吧 张永航早来了 这晚 朱云再次随他而去 尽管明知自己正处在排卵期 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 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 回到家已经半夜12点多了 看着熟睡中的丈夫 朱云又一次心生回忆 第二天下班后 朱云早早回到家 给丈夫做了一顿晚餐 妻子以往很少下厨 今天竟然这么主动 高凯非常开心 饭后 高凯丢下书本 夫妻俩度过了一个非常缠绵的夜晚 一个多月后 朱云发现自己怀孕了 此后 高凯再不让朱云做任何家务 为保证妻子的营养 高凯什么菜都挑最新鲜 最贵的买 晚饭后总是很耐心地陪伴妻子 朱云怀孕几个月后 检查出是双胞胎 高凯幸福的简直要晕了 她对妻子照顾的更是细致入微 2007年2月初 朱云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 然而 沉浸在幸福中的朱云渐渐发现 两个儿子长得并不像 大儿子高文长得特别像高凯 而小儿子高五则一点也不像爸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直到有一天 高五睡在床上时 他突然发现 小家伙的神态竟然有几分像张永航 这让朱云惊恐不已 他清晰地记得 怀孕前 自己的确跟高凯和张永航都发生过关系 而且只隔一天 朱云不敢再往下想了 朱云发现的这个秘密 高凯的父母同样发现了 孩子满月后的一天 高凯的妈妈悄悄跟儿子说 你发现没有 老大很像你 老二却一点也不像你 高凯仔细观察两个儿子 发现却如妈妈所言 但他根本没往心里去 两个孩子各有罢 满月后 高文体质好 高五却经常感冒发烧 高凯对小儿子倾注了更多关爱 每次喂牛奶 他都先喂饱高五 兄弟俩一起哭闹时 他也总是先抱高五 高五似乎也特别喜欢爸爸 在爸爸的怀抱里 他总是笑得很开心 2007年8月的一天 高五又一次感冒了 这次很严重 没几天就转成肺炎 高凯全天守护在儿子病床边 一刻也不愿意走开 长时间地看着高五 高凯忍不住疑惑起来 小儿子长得的确一点也不像自己 自己是方脸 高五是圆脸 自己是单眼皮 高五却是漂亮的双眼皮 高凯突然想起了两个儿子的血型 自己是A型血 高五却是欧行血 好像妻子不是欧行血呀 难道 他真的不是自己亲生的 高凯一再告诉自己不要乱想 这不可能 可他仍然无法控制的越想越乱 八月底的一天 他悄悄带着高五做了亲子鉴定 一个星期后 鉴定结果出来了 他跟小儿子高五没有血缘关系 回到家 高凯将鉴定书狠狠摔在妻子面前 朱云拿起一看 顿时惊呆了 过了好长时间 他才连声说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高凯愤怒地说 你要是不相信 我们再去做亲子鉴定 夫妻俩抱着两个孩子 再次去做鉴定 一个星期后 鉴定结果出来了 让高凯更加震惊的事 老二高五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 而高文却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凯又愤怒又困惑 高凯抱着两个孩子去了另一家医院 第三次鉴定的结果 跟上次完全一样 也就是他的双胞胎儿子 分别有各自的父亲 高凯从医生口中得到了解释 原来 双胞胎同母一幅现象 从生殖原理上来讲 是完全可能的 医生还告诉高凯 这种理论上 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很少发生 目前 国内只有安徽一名男教师 遭遇过这种情况 高凯总算听明白了 这意味着 朱云在跟他过夫妻生活的前后 还跟其他男人发生了关系 时间靠得还特别近 高凯怒气冲冲地回到家 要求妻子交代真相 朱云流着眼泪 说出了一切 高凯越听越愤怒 他狠狠地甩了妻子一记耳光后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 这几个月 高凯一直住在学校宿舍里 他试图将全部精力 转移到教学和做论文上 用忙碌来冲淡心灵伤痛 他还打算请律师 为离婚做准备